去年三月基隆八度車站 一名老翁行進月台 一個不小心竟然掉下軌道 老翁試圖爬氣 卻不斷跌倒 一旁學生健壯 連忙右手拉住老翁 畫面觸目驚心 台鐵類似的落軌事件 一再傳出 如果在那種露天的那種車站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說風很大 我們可以看到台鐵呢 目前都沒有加裝月台門 在近五年就發生了 三百億三起的落軌事件 月台閘門從下往上緩緩升氣 車門才打開 台鐵表示未來就會考慮 加裝這種升降式月台門 原本預計在基隆百福車站試辦 再陸續推廣兩百二十九個車站 不過目前花了二十二億進行其他工程 月台門加裝暫時延宕 捷運進站 民眾亦去上車 目前全台百分之八十六的捷運站 都已經加裝月台門 但一百零三年起到一百零六年 台市陸續傳出落軌意外 北界表示一百零七年前將全數完工 如果是未家裝的捷運站目前都有軌道侵入偵測系統 一旦偵測旅客未越線 系統就會發送警訊給站務員 但提醒民眾切勿越過簡介線與列車保持距離 才是最安全的 記者李維廷王朗宇台北報導 記者李維廷王朗宇台北